在香港最後一天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星期二早上去到小西灣一間中學 了解學校的防疫安排 下午回到內地 專家團在香港四天先後去過機場 北大魚山醫院的感染控制中心 和指定檢疫酒店等 也有了解港府追蹤確診者的工作 今次的專家團訪講 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罪通關 是指為關鍵的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和大家公佈 我們在昨天已經收到 來自港澳辦的通知 這是第二次 這是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的情況 對接的會議 將在這個星期四 即是後日 就在深圳舉行 同樣地 香港的團隊 將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 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訊息 我是熱切期盼 我們能夠早日向社會公佈 有關於可以有罪通關的詳情 今次會系的9月之後 本港和內地第二次對接會議 期間兩地的專家也舉行過視像交流 但是林鄭月娥說 仍然難以具體回答確實通關日期 不過簡單來說 當然是愈快愈好 所以現在爭取都是愈快愈好 但是我便需要強調 因為要管理一下公眾的期望 所謂愈快愈好 至於過關需要由健康碼轉做月康碼 港府說兩地情況很不同 會以目標為本 又說本港和內地仍然有輸入個案 可能會引起本地感染或爆發 通關之後要有熔短機制 東網記者曼家琪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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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